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熊 月蛋是一个很低很低温度的液体 那我在想如果把我这个手机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个手机 现在是都可以用的啊 这个手机啊现在是好的哦 把它放进去 动它个十几分钟 会是怎么样呢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然后就是到月蛋的时候了 比较危险 我们需要个手套 哇 这像猪猪一样的 我们要切点刀 慢慢倒 哇 这就能尖先进有没有 看这个液体好像沸腾的一样啊 那么就打开它这个相机吧 开始录了哦 我们直接给它丢丢 现在还在录哦 iPhone4是防水的吗 我都不知道啊 现在还在录啊 来盖一下万一爆了 怎么办 如果没有这个烟的话 可能觉得它在组这个手机 诶 这质量也太好了吧 我的天 好像并不会怎么样 这个是196度的液蛋啊 诶 现在好像黑了 黑了黑了 那我们把它放在边上观察一下 现在已经过了七分钟了 我这已经录了七分钟了 液蛋已经彻底蒸发完了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机 现在是什么情况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 有点冰 这霜啊 诶 对啊 感觉这个屏幕都打坏了 没事 好像有没有事啊 好冰啊 而且这个冰是渗透到里面的 我把这边霜给去掉之后 它马上就能解霜 感觉这个屏幕已经碎了 我来仔细观察一下 它这个屁股这里都冻成了冰霜的样子 全部都冰了 捏在桌上 好了让它冷静一下吧 好像碎了 这个键还能动 冰霜太多了 我们用火给它热一个烤一烤 让它回回窝 给它稍微热一个烤一烤 加点窝 好像它真是太冰了 哇这个屏幕碎了 好像一时半火它就解不了动啊 我们再给它点时间 让它恢复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过完周末 也就是这个手机呢 经过了两天以后 它应该很冷静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能不能开机 感觉内瓶睡了还是外瓶睡了 可能有点进水 但是感觉好像 就外瓶睡了 我们现在给它直接开机 试试看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时刻 诶 长按哦 没有开机 坏了 玩了肚子的 坏了 我拆开看一下哦 防拆贴 都死掉了 打开 感觉有点湿漉漉的 好像没有痕迹啊 但是它真的是开不了了 这背面并没有说是 有那种 那种 被腐蚀 或者被水泡的痕迹啊 但是它就是冻坏了 那么 证明这个手机如果 一下子到很冷的地方 可能就会被冻坏 好吧 就在那个结论啊 还好没用我们iPhone11 好了 那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视频记得 评论点赞关注哦 拜拜